好 那我們在等你們做的那個卷之前 這當中呢 我們來灌夾心 好 OK 這個就是我們打好的義大利蛋白霜 在灌之前呢 我們需要先灑上之後 不需要一樣的灑 是先灑 對 其實你先灌再灑一個 但是你覺得這樣比較不會灑掉 傳統上的一個一定要遵守的規定 有 沒有沒有 這樣 你從細的地方 對 我們喜歡從細的地方 因為這邊就會圓圓的 然後這個細的地方就這樣鎖起來就好 所以它就會擺起來 就會每一隻都這樣圓圓的 我們先依然擠一顆 我們用天爹小王子來試試看 小王子 我現在已經進身為天爹小王子了 喔 這樣子 對 很好 對 你沒有擠到滿 要擠到滿 對 再慢慢的往外拉 往外拉 我一邊擠 要一邊往 對 一邊拉 一邊拉 然後外面才會有 對 不然大家吃到空包蛋 對 這樣子 這還是需要一點技巧的 細得到 塗進去 我們稍微看一下妳的 對 OK 老媽媽就會往外拉 往外拉的時候妳還要邊擠 對 好漂亮 很好 對 妳看 非常好 對 還有一點露筒狀 對 妳看 這是最完美的 OK 這是標準的嗎 對 上次標準可以 最標準的 那就麻煩妳們把這些把它擠完吧 好 沒問題 好 快爆米花了 從下面抖開 輕輕的撥鬆它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它撥鬆之後 它到時候乾燥才會平均 因為台灣高溫多濕嘛 它是容易發霉 那你把它撥鬆 它才不會在乾燥過程 而且妳的說它不能曬太陽 曬太陽它會氧化 對 就只能吹冷氣 對 命很好 稍微可以稍微剪短一點點 那我們把它原本的橡皮筋 可以把它拆掉 因為它太鬆了 我們不好做掛勾 好 妳是怎麼樣 就是 掛 繞繞繞 扣一上去 然後在這邊扣上去 對 要不要試試看 原來綁都是這樣綁的 我都知道 今天又上了一綁 對 怎麼綁 怎麼綁 教我一下 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吊掛在上面 如果你綁很鬆 它乾燥之後 它體積會縮小 你就一天到晚再撿花 對 不好 我們去外面外帶那個 豬血湯 對 類似 然後在這邊上去 這樣它會緊 對 其實很方便 對 然後先扣一隻上去 扣一隻 然後再把原本的扣上去 對 這樣就很緊了 這樣就緊了 對 然後就可以掛這樣勾 這好用 妳這樣記起來 對 好用 我覺得 沒學會插花 這好用 綁湯 對 這一樣要看花朵 它有沒有損傷 那今天的花 其實都還滿漂亮的 沒有什麼水傷 或者是枯黃的部分 會被壓到或什麼 對 千日紅比較不怕壓 壓了它就很明顯的會碎掉 那今天的花其實都還滿美的 漂亮 很飽滿 對 千日紅 是 那其實它有一個非常 微美的愛情故事 才叫千日紅 那妳說一說 妳說說吧 想聽嗎 想聽 對 千日紅的話 它這個故事的原有 就是說它在很久以前 就是一個漁村 那個漁村都是靠出海捕魚 為生的 那有一天海上出現了海怪 那有一堆情侶啊 那個男生他就覺得說 大家因為那個海怪 都無法回生 所以他決定說 他要去把那個妖怪打敗 那他就跟他那個女孩說 那我要出海捕魚 他送給他一面鏡子 他說如果妳在鏡子裡面 看到我的傳感變紅 變黑了 那代表我可能就不在了 對 所以他就出海去打妖怪 那之後呢 每天女孩每天看 常常看都是風平浪靜 都沒有問題 突然有一天他看到 他跟船的船尾 突然變紅 完了 被血染色 對 一段時間他變黑了 結果女孩就很傷心 每幾天之後 那個女孩就病死了 那村民就覺得說 也很替這一對戀人 感到難過 所以就把女孩的墓葬在海邊 隔天 他的墳墓上就長出一朵花 對 那朵花呢 維持了一千天 他都沒有掉血 可是就在一千天的時候 那個男生已經回來了 所以那個女孩 為什麼會看到他 是錯覺的 對 結果是 因為是那個海怪的 雪染紅的那一根 不是他男朋友 不是他男朋友 然後結果就是 當男孩回來的時候 他哭倒在女孩的墳墓上 隔天那個朵花就寫了 所以他叫做 對 他就是一個很唯美的愛情故事 對 所以他的花語叫 對 對 那台灣的鄉下就是給他一個 很通俗的名字 叫做 對 你不覺得他很像湯圓嗎 對 圓仔花 對 台灣的名字叫做 還是 還是千日紅好了 千日紅 而且我以後還可以講這個故事 給人家聽 什麼什麼都可以 我相信它是正常的 我相信它是正常的 每天你很好的 你很棒 和我也是很棒 和你很好的 總共對面 看著最好的 然後 作出一句 幸福的聲音 但是 什麼什麼都可以 然後 把你的火力變成 很好 不錯 不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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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這樣子訂單是爆滿 通常一次最多可以做幾卷 我們一天現在最多有做快要900卷 900卷喔 對 就是我們有大概五六個人一起做 早上六點半都一起做 厲害厲害 好 OK 謝謝 這樣子 完成了 我幫你完成一個訂單嗎 對 完全一個客人的訂單 所以我們打工的內容也就完成了嗎 既然你們都已經來打工了 那我就教你們做一道奧地利他們很常吃的主食 你也知道我做麵包很多 那乾掉怎麼辦 乾掉 可以吃喝 可以吃喝 很多台灣的乾掉可能就丟掉了 但是他們有一道真麵包 就是都拿那些乾掉的麵包來做的 我來請我的奧地利老公 來教你們做正統的奧地利的真麵包 好 沒問題 所以這位帥哥就是你的老公嗎 對 這是我奧地利的老公 他叫湯姆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我的名字是 Hajam Mokin Little Chri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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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我們剩下的吐司 對 它已經乾掉了 乾乾的 所以我們就會把剩裡面的麵包 真的是乾的耶 我現在捏它會碎掉 很乾的 對 而且這個好像從十三世紀就開始了 十三世紀喔 十三世紀喔 哇 真的很傳統喔 對啊 你們先把麵包加進去 麵包 你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加一些 大家喜歡可能都會吃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就會先加雞蛋 三顆 打在裡面 對 看成本會撥蛋 會打蛋嗎 會 會 打工小王子 真的是小王子耶 學生還是單手打 好 好 露氣了喔 OK 不能讓你帥到尾 你看到中間的中間 好 洋蔥 OK 歐洲人非常喜歡吃 全部倒進去 對 全部倒進去 你剛剛手都要剝開是嗎 沒有沒有 我剝開 好 我在椅子 我來 好 那我們也會加一些培根 那其實如果在台灣 你們可以加一些 你們大家喜歡吃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你們可以加一些牛奶 這個是牛奶 對 這是牛奶 好 那因為台灣的麵包 比歐洲的麵包還要 含水分還要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牛奶 就不用加強在歐洲那麼多 這樣 這已經減量了 對 我們已經減量了 他以為我倒完了 好 你要倒完了 好 好 現在就可以先和一下了 和一下 對 它就是 就是這樣子和 對 但是把它捏下去 喔 要用力嗎 對 它會慢慢的吸收牛奶 對 有水 它這樣不會爛掉嗎 那個麵包 它就是會讓它麵包裡面 要吸入那些水分 所以這要 要捏很大力 對 就是都要吸收到那個牛奶這樣子 好 然後你們可以再加一些 我們準備的香菜 香菜這個時候加嗎 就是都把它和在一起對不對 像我婆婆啊 就會把我們可能剩下 冰箱的一些料理 就是都把它和在一起這樣子 在我們過年的時候 剩菜吃不完 直接就拿一些乾麵包 對 對 甚至這一道菜你吃不完 它還可以再煮過 它還可以 再拿乾麵包再來用 不是 就是你沒有吃完的話 你就把它切片 切片用下去炒 喔 然後變成另外一道菜 這很像台灣那個 萬年湯頭的概念啊 真的嗎 這個是麵粉 是不是麵包屑 那如果說 你們覺得我們捏起來 不會覺得太濕就不用加 那我們可以還是把麵粉加進去 麵包屑就不用加 你覺得這個濕了一點 你試一下嗎 我覺得還是 它還是捏得到一些麵包屑的 我還要捏到麵包屑的 就是這樣 好 把麵粉加進去 好 那你知道我們要爹爹廚房的名字叫什麼嗎 其實我們前面有一個德文字 喔 那個 Dank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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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ky是德文的什麼 如果跟荷蘭文一樣那是謝謝 對不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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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ky Danky 再來嗎 對 就把它加上把它捏起來 那等一下我的老公會示範 可以捏第一顆 好 那接下來就交給你們囉 好 壓緊 把它壓成一顆球 壓緊 OK 就是很圓這樣子 你一張就可以了 好圓喔 待會兒是用什麼樣的料理方式 我是非常簡單 我相信很多人家也都有那個電鍋 對不對 就是這個直接放進去電鍋裡面 然後下面加蒜 用蒸 所以要是用蒸的 用蒸的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奧迪利有時候啊 這個我們都會跟烤豬肉 在烤的同時就放在它旁邊 喔 就是配一些肉類的 對 把它當澱粉 對 這樣 但這個料理的趣味就是說 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可以 發揮一些我們自己的一些 想像力跟重力 像在台灣啊 你就可以加一些什麼玉米筍啊 花椰菜啊 對不對 適合 對 就是自創料理的 我們眼前這個花是叫做 你剛剛說什麼 噪中 噪中 對玻璃噪中 那我們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花擦在裡面 然後用玻璃噪起來 它可以維持更久 那也比較不會有灰塵 所以它當禮物 或者是家裡裝飾 非常適合這樣 真的 那我今天都有幫你們做 專屬你們的底座 好貼心喔 嘉賓 嘉賓 有名字耶 對 對 這個很漂亮 就讓我想起來賭俠 你知道嗎 然後就有那個 設計就可以就直接看到裡面 一 二 三 六點 小 透明的 那我們就請你們先挑選煮花 來 有沒有我們煮花 又一個永生花的玫瑰 來賓 我橘色好了 橘色 對 我黑色 我是黑控 黑控 OK 好 煮花挑好了 對 那我們還有就是花泥 就是我們花的插座 我們待會 泥是泥土的泥 對 花泥 那我們先固定花泥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居中 我們擠一點熱熔膠之後 小心它燙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 置中 對 置中 好 OK 那我們就還要再上一層底座 底座 讓它把它花泥的部分把它弄掉 在幹嘛 對 這叫巡鹿胎 巡鹿胎 一個馬字旁在一個 一個馬字旁在一個 穿巡鹿胎 巡浮的那個 對 巡浮的那個 對 鋪上去之後 用這個鐵絲 凹成U型扣固定上去 遮住這個所謂的 花泥的部分 對 好像海草 好像海草 那淋點和風醬 也不覺得蠻有味的 對 有了 常常就是會這樣 整個節目 這樣被太后 可以 沒有一定要全部遮吧 肉一點也無所謂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花會上去 好 玫瑰它處理的時候 都是略含苞 那這樣子下去 它花朵不夠大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 稍微幫它做 人工開花的動作 我們先用熱熔膠 擠一點在底部 我們要幫它架一根鐵絲 進去 要很大嗎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抽出來 對 不要看到鐵絲 對 不能看到鐵絲 好 那我們就是 再來的話需要一層 略把花瓣往外剝 所以好有壓力 要溫柔一點 對 要需要對它溫柔一點 因為畢竟它是真的植物 那我們就是把熱熔膠 點在花瓣上 因為熱熔膠它在乾的速度 比較快 所以其實動作傷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一次五半圈 你們可以一半一半慢慢拿 然後我們這樣子之後 我們就把花瓣往外剝 這也是技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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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應該沒問題吧 有點 因為現在戴口罩 其實要不然就是可以再用把它吹一下 它裡面的花會在上面 是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外圍之後 再稍微給它撐開 這樣就可以了 我的半是這個尖尖的嗎 對 會不會斷掉 輕輕 可是你小心你的手 你看它速度多巧 多快 手抖到這樣子是怎樣好 很緊張 就是肉切下去 這些汁都好 直接滑開 它的皮 這個皮是 跟餅乾一樣 很脆 對 超好的 我覺得真的沒那麼容易 剛剛好我這邊就找到了一張 加油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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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懷加入快加入 請問今晚住學家 YouTube會員一起支持我們喔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原理都市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唉唷 這樣 再行